滑鼠中鍵不要放 拉出來之後它就用右手邊會出現一個加 放上去 它就會出現一個Edit Curve 如果你覺得這個順序不好的話 你還可以把它拉到比如說Curve Tool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去改變它的順序 那因此呢 如果你覺得 我不喜歡這個工具 那我可以點它之後 用滑鼠中鍵一樣拉動 拉到垃圾桶 我們就可以回復了 那當然 你也可以自訂你的工作的這個標籤 比如說 New Shirt 新的工具 新的工具 然後自己 這裡就可以秘密 那OK 它就會出現一個My Tour 那透過這樣子 你可以把很常使用的一些指令 就直接放到 直接放到這個工具列來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去找 那這一個 這一個這個工具列的 這個工具 制定工具列 在這個我們的課本上 有講到 在我們的一支七頁 一支七頁 如果你不知道 不知道的話 回去試一下 再來 再來 我們在普人一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要 最重要的 第一 這個軟體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 操作這個視窗 剛剛我們已經試了幾個 F5到F9的幾個視窗的這個運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 請你 隨便 隨便 隨便用一個 Space Tool 點一下Q 在這裡 隨便點一下 然後點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物件 在這裡 我們會出現幾個圖示 這些圖示先不用理它 因為 我們要先 控制這個物件的大小 還有它的位置 就是我們要學習如何操作視窗 在我們的課本一至二 視窗操作的技巧就有講到 我們以 我們F8 我們以 透視圖 這個Perspective 這個 這個 這個視窗 作為例子 第一個 我們有幾樣 我們有幾樣這個 操作的這個動作 移動 旋轉 然後平移 這三個 我們在學Poree的時候也一樣 所以 它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它在這裡 的物件 這裡 我們會看到 有一個東西 有點像是旋轉 有個三軸 我們點它 我們點它 點住 不要放 輕輕的 你務必 輕輕的去點它 因為這個呢 我點住的時候 就表示 我現在要移動這個視窗 旋轉這個視窗 然後因為它很靈敏 所以你只要移動一點點就好 它會慢慢的這個 移動 第二個 當然 我們有 旋轉 我們就有所謂的這個 縮放 一樣 點住之後 請你左右動 看看 這個就是縮放 第三個 當然就是剩下的平移 我們點一下 按住 按住不要放 左右移動 試試看 你就會看到 它跟著移動 但是這個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它比較不直覺 它比較不直覺 那因此 不過這個是它視窗上的這個 控制的一個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 而且 當然你也可以 利用 我們看到這一個 這個是 AutoDesk 在 買了這個 3Mac跟Mile之後 開發了一個 還蠻重要的 這個視窗的工具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方形 我們按住方形 不要放 按住方形的任何地方 不要放都可以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視窗 直接產生 所旋轉這個動作 那我們還可以按 比如說Front 它直接會轉到Front的視圖 然後我們還可以 甚至是 像這樣旋轉 甚至是 回到我們的 Top 或是回到 透視圖 按這個後 按這個後 就會回到我們的透視圖 當然你也可以 按這個邊 按這個邊 它就會從 從Top跟Left 去看這個物件 或是按這個邊 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操作 這一個 我是覺得 是比較直覺的一個方式 那最後就是快捷鍵 不過 快捷鍵我們大概在練習 所以請你先熟悉一下 移動 方式 可以按這個